好 来看看这幅油画为什么又添价呢 原来就是我们看到呢 这个马总统他在兼任党主席之后 一直宣誓要清理党产问题 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党内呢 已经在盘算了 如果庞大党产没了 该去哪里找钱 有人就说嘛 干脆呢卖掉党中央挂的这幅国富的油画 他为何值钱呢 原来他出自名画家朱德群之手 估计有上千万的价值 走进国民党中央党部主席会客室 国富油画映入眼帘 画中的国富一袭青山长袍 坐在广州大元帅府办公室的走廊上 书写建国大纲 而这幅油画是出自于 刘发的抽象画大师朱德群之手 于民国武林年代完工 经过历史博物馆评估鉴定后 赫然发现这幅油画的市价 竟然高达台币上千万元 吴主席你知道这个画是多大价值吗 他已经知道了 他说如果国民党哪一天没有党产的话 我就把这个卖来做党产 我说主席你大概开玩笑吧 就在前年吴国雄时任党主席时 党中央为他欢度七十大寿 党工们就是在这幅油画前 为吴国雄切蛋糕 而这幅价值千万的油画 现在更成了党中央著名的参观景点 大陆来的访客他们也特别的遵从孙中山先生 外宾如果拍摄跟我们主席 或是我们秘书长或副主席拍摄 他们都是以这幅画作为背景 对那也是一个典长的镜头 事实上这幅国父油画 原本是躺在党使馆的仓库里 还好少明皇的慧眼 让他在党主席会客室重见天日 只不过这幅堪称党宝的油画 周围没有安全装置 游客更是随手就可触摸 也让这幅兼具历史和艺术价值的国父画像 深陷危机 中间新闻蔡长刚黄玉山台北报道